早点回到台湾 今天是选举日 天气会影响投票率 波间降雨趋缓 各地是维持多云的天气 中南部阳光还有机会露脸 算是不错的状况 但是好天气只维持一天 到了明天受到封面影响 全台又要变天了 气温是一路溜滑梯 周一降到14度 周二周三更只剩13度 投票日雨是明显趋缓 各地维持多云的天气 北部15到18度 人感觉有点湿冷 中南部温度略高 约21到25度 有机会见到阳光 东部17到21度 不过好天气只维持一天 大陆冷气团又持续南下 因此明天北部 东北部的温度又会再下降 而且各地都有震雨发生的可能 受到封面通过全台会下雨 甚至伴随局部大雨 气温方面一路溜滑梯 中一降到14度 周二周三只有13度 玉山可能有机会下雪 水汽都是一泼泼的 所以可以用湿又湿又冷来形容 尤其是北部东北部地区 高山目前像玉山 它的温度都是在零度以下 这种条件配合之下 就可能再度的下雪 未来一周的天气气象局预估 将呈现湿冷的状态 下周五又有大陆冷气团接力报道 提醒民众出门 携带雨具 穿件外套 做好保暖 UTN TV李文浩张艺华台北报道